中华总商会新任总主席张锦雄在致辞中表示 印尼中华总商会自2001年成立至今 在印尼华人社会中享有很高声誉与影响力 在加强华人企业与政府沟通方面发挥了独特桥梁作用 商业秘书长周伟良表示 该会在中印尼两国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各领域交流方面 发挥了桥梁及纽带作用 深受两国政府及相关部门肯定 印尼中华总商会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组织 是世界性的 比如说在中国、新加坡、香港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绵甸 这些都有我们的所谓的中华总商会 那么它作用什么是一个平台 因为全部的成员都是以经商为主 所以可以说是这个平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出席活动的印尼旅游经济创业部部长桑迪亚加乌诺 也祝愿该会在新任总主席张景雄的领导下蓬勃发展 并表示未来政府将与该会继续和谐合作 带动商贸、投资与旅游业的发展 共创我国经济繁荣 中国驻印尼大使陆康在致此中向中华总商会张景雄总主席 及各位新就任李坚士表示热烈祝贺 高度肯定该会为中印尼商界合作及经贸往来发挥的积极作用 基于总商会坚守初心为印尼经济社会发展 及建设中印尼两国友好关系做出更大贡献 美图新闻张曼曼 主号采访报道 美图新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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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ση会 killer tijd